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今天是这样子会给大家讲的是百利金M200或者你可以叫205的特别版的吧 400 600 800 1000总共这五个系列的一个对评测 那基本上由于就说很多是网上收集的资料所以说我把所有资料做一个大总会你们就完全能理解百利金的这个 品牌了对吧那首先是这样子百利金是跟万宝龙有什么不一样他是专门做文具的一个品牌就是说他跟万宝龙不一样 呃他是万宝龙是说更多什么我宣传我在那个呃就是说一家店的门面展示包装上面是非常的 看起来很怎么高大上他做的是那个高端的起点吗就是说一个应该是说品位 或者他不是专门做文具的一个品牌不是说他不好啊但他他意思就写起来是相当滑的 嗯当然呃还写英文吧写中文的话我建议你买那个塞尔的那个长刀鞋会比较好 好先回来讲我们的百利金那你们看到这张图 是这样子的呃首先他一个德国品牌呃然后呢 书写的领域上面他跟万宝龙是应该差不多的 然后这个他意思是什么通常我们会叫他那个龙鸟 龙鸟是什么一个万宝龙吗 麻布人 Pelican那个是什么就是 呃这个的呃鸟就是说Pelican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山根就是这个鸟的造型但是这个字怎么读我就不知道相当不好意思 那你就看到1878到2003的一个演化 然后呢他起源呢是这样子的他本身是做一个 油画颜料 就是油画颜料和那个产生没所为止他不是他一开始不是作弊的 然后呢后面是说那个 呃1871年的时候这个公司那个买被买下了 买下以后呢然后呢这个鸟本身是就是那个能加灰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为什么用这个鸟远距在这里 1879年他才租车为商标 那在下来的时候早期算说他是那个呃做墨水的他的4001系列嘛 到现在基本上是经久不衰 而且通常是用在那个墨水瓶子里面标杆 就跟那个J Herbin他出的一个墨水一个地位其实差不多现在可能差一点对吧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前我在后面一集会讲到就是1929年他发明了一个 呃火塞上磨的专利对吧用到今天 然后也就我们今天的正题了M200的M系列吧简称的对吧 呃可以中文翻译一下极字M系列这个 然后这个是这个字反正我怎么翻译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得到啊 然后再下来就是说400怎么说一开始是这样子的400系列诞生的话嘛 然后是被那个啊什么就中间有也起伏不表了我觉得是 但是从那个400他是真正绝起就这套笔真的受了大众的一个欢迎 那这一次评测的笔是这样子总共有5只 分别是那个啊反正就有你们照片这里看到200到1000的嘛对吧 然后这时候呃你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都跳着首先呃是这样子 呃一个他中间其实有一个叫300M300M400但尺寸比较小 呃你能看到这样图对吧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缩小版就是说属于一个口袋抽增型钢笔 变回喜欢就是说变回的同学都ok的 然后百利剑M系列有一个特点就所有都是用火塞沙漠的是我很喜欢这种上磨机制 但是我对上磨机制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啊 我尽量这个机会把所有的细节给照顾到啊希望你没有耐心把这个看完啊 然后再下来拿首先这样子 呃这个图是分别他那个百利金不同的一个尺寸对吧就还有他的重量 大 然后呢 基本上就是呃你们大概预感到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大小是多少因为你看我每次做钢笔我一定会把尺寸给你们的 你们可以随便卷一卷或者什么的 那感受一下他一个大小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里下来的时候是这样子 尺寸的话反正就是这个基本上主意放大如果你拿到一根的时候你就按着这个比例放大基本上那个 呃是没有问题的 自己那而且肩上面其实是这样子比肩的话 呃 200到600他是那个通用的 然后800跟1000的话他的里面那个不送塑料的他里面那个活塞杆 他送金属键 然后800跟1000的笔键是个互用的 当然如果你只看笔键 200400600笔键都是那个不一样的 但是互换是可以的因为他是个直接可以扭下来这里是百利金他的比 那一个最成功的地方就在这里 呃然后800跟1000首先回去刚刚那边就说啊 用的是那个黄铜活塞所以说你看到那个重量 是比较那个调的 然后这里再下来的时候嘛我们再讲到就是那个 呃先讲这个笔帽吧我觉得笔帽的话首先从右到左是200400600对吧反正一定是顺着这么给你们看了 然后200你看到那个是印刷上去我们简称的sspin就是说那个是印 然后400到1000是这样子呃本身的一个塑料件 然后是金色的然后上面再做一个柱件 就说这其实两个人就跟万宝龙那个顶端那个星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笔帽他设计是很经典是压出来的灵感就是那个鸟的那个嘴鸟嘴 那从1950年用到今天了基本上 然后再下来就是那个 笔环的笔环是这样子200的是单环的 然后400到1000全是双环的 然后环的那个口就是说那个间距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么粗 线都是这样子 刻画来讲都相对讲还是比较精致的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一个笔杆支出过程就你看到了 就是一开始经典元素之一嘛就是这个长条嘛你看到一块是这样一块片然后卷起来 然后再做出这样子一个笔杆的 然后 据说是一个棉花作为原材料然后就 经过了很多道德工序制造的 然后材料是那个醋酸前醋酸纤维对吧 呃然后慢慢卷成广状然后这样配合上广广里面再配上一种就能够素质吗就简称 我们钢笔材料 做完以后吧就成了现在你今天看到百利金啊所以说是突破性非常大的 就不但以前正常是一个 这个塑料条吗那么转然后再把它销销成一个呃有空心源吗 但百利金的他就 呃没有用这种方法 说是为什么他400他这么火源就在这因为他不单是一个工艺上突破 而且还是一个 产品性能上面以及他的一个耐用性上面 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然后这个你看到他每一个条的表现 对吧 而且你看到 一模一样 然后就算是品控正常应该做了但是比你懂的就是说 一根笔每一根笔他尺寸有所有因为 小他要精准到小数点后面两个零 那如果是说你如果这时候有点平衡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呃 然后这个图其实有点扭曲的但是其实我想说是 他的条的间距就是上面那个pattern的纹理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再下来就是那个 600 不知道你们看的清不清楚其实是可以看到那个接缝的 呃那个我红圈画这个地方 呃 但这个其实有很多人都不会说太那个了 不会说太在意 但其实每一根笔都会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 但是所以他用这个条纹 他为什么要很这样子 竖线的这样过去是有原因这样子 出来会怎么样 就给人感觉啊一体感很强 就不会说啊 我这个笔就感觉哎呀好像不太完美这样子 所以说他用这个pattern也是非常的聪明的 那所以说接缝上面其实你说要说多一点就没什么 不要因为 1000的话我觉得的缺点之后一个就是说他的珠光 你能看到这样图就没有那个 800的那个那么好 所以800我觉得比较完胜的因为4600的那个接缝肯定比8001000的明显 因为第一个他比较小对吧 然后个人来讲也是那个最喜欢800感 但整体而且他整体非常的饱满对吧 珠光也比就是说上面的闪点也比别的系列 200400还有那个 200400600对1000的一个 做得好 然后这个的话追求完美的同学又用他的笔真的挺痛苦的 然后那个现在我们讲那个笔握处 笔握处是这样子 4006008001000的话都有那个镀金化呢你记得 没什么笔会真的用纯金的 大部分都是镀的就跟我又看又看我金剑的呢有看我笔尖的是那几多就知道 金剑的不一定是金色的哈 然后那个 200的有点单薄 但是我是用200然后还有那个800的 所以中间的那个的话其实就真的看你的手 你手哪个哪个舒服就哪个就可以了 不要太注意太多 除非你买了很多根笔 然后这个 比这个 现在你们也看到那个笔握基本上就有这样子了 笔握尺寸反正参考那个表格呗哈 然后再下来就笔尖啊你看到这就是他的尖你看基本上都一个样 然后会就是大小的一个差别了 然后笔尾就是后面那个笔帽后就顶端笔杆上面笔帽200是单环的400到1000你看 呃那个出现都是就是那个出息都是一样的 再下来就是那个活塞 然后19就是我前面讲到1929年的百利金拿到结果活塞是这样子 呃 除了8001000我刚刚有讲到其他都是那个塑料活塞 那基本上拆了 无法还原 不要拆 所以呢 如果你如果作死 那我没话说 除非你是老板的百利金 所以我前面做了一句就是说 旧笔来 呃旧笔的一个拆装饰品 原因就是说因为旧版的你要商量归油 所以说没有办法 那必须得拆 但新版的 你们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那800和1000的笔杆是非常厚度的 你能看得到 然后 这个是800的活塞 呃 你们反正就给你们一个 图片看一看对吧 还有就是说他的组成 然后那个笔杆的内部 因为8001000是金属的 所以拆装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那个归油长的 这张图你看到上面有一些归油 然后是密封用的 然后笔尖的话 那个大部分都知道 呃笔尖和玩具肯定是非常大的 可以不用借助工具的领下来 不像我之前我第2期那个菜笔视频吗 真真挺那个的 还故意买一个片 当然我是用手把的 因为那根笔便宜嘛 我才无所谓 然后那个800的笔尖 我觉得他后光效果是比较好的 是那个 完整其他的 那这个图会比较清楚一点 从左到右 200到1000 然后这个800的笔尖 其实我看的是最舒服的 就不在位置吗 就是他总体来讲 就是可能是说工艺的一个经济度 问题们就机器 我说做吧 没没办法做那么细 所以像800那个 最就是说 再次在机器的允许度 然后生产出来 800这个笔 我认为是 然后这个反而还有别的图啊 你们可以继续这样子看一看 然后1000的笔尖 或者是说那个 800的笔尖吗 其实真的是大价不一样而已 呃其他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那上面的pattern 呃我现在就 一张张里面也看得到吗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很大差别 然后重点在下面这里 那你看到了 这里从上到下 换了一下笔尖 呃这个是600 600的笔杆跟那个400的笔尖 然后呢 这个是m400的跟m200的笔尖 中间那根 下面的m200跟m600笔尖 你看那是完全可以套用的 一开始说过 200400600通用的 8001000通用的 然后从上到下呢 就是 呃这样子 m600加200的笔尖 m400加600的笔尖 m200加400的笔尖 所以说你看到完全都 互换没有问题 所以呢 呃打本利基本上你 更多的是玩笔尖 但是价格吗 那我就不跟大家说 反正就看你们这些喜好吧 百利金我讲的更多是他这个笔 不是他的价格 然后本利的打磨方式吗对吧 也怎么说也是很正常的 你说精不精致吗 反正就见仁见义 反正笔尖基本上就这样打 打磨的还是比较原论的 那你说 呃我 因为对我来说我自己就 要求没那么高 我反正能写就OK了 因为你看到很多写字好人他 用的就很普通那种中性笔对吧 用钢笔的还 不一定读过来对吧 然后那个 字大家就不要喷了 那基本上这就是从200到800 当然笔尖可能不一样 但是你们看到 就是说他本身水枪 所以说你看到那个字的那个偏差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有些人你追求那么一点点的粗细 其实 呃这个f 就像200的f和400的f 其实能看到f是粗一点点的 那有些人就是说 我很在意这个 那你就可能有时候把你就买两根百利金 其实 或者有些人你会说啊给我说啊 白金你那个看不到墨的有些人要这个 其实我觉得 呃活塞钢笔吗 你上墨量本来就那么大了 你不可能在意说那么点墨对吧 那么点墨然后看不到对吧 你因为你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再买一根不就得了吗 一根便宜一根贵的对吧 你这个就很简单就能解决吗 不一定说我一定要 一根笔这么完美对吧 有时候更多的是你要先喜欢的这根笔 然后 材质上面的感受了 我并不打算那个 说太多 这个是每个人书写感受 或者是说他的材质感受 我觉得都不一样 这块我觉得真的 你们要去店里面 捏一捏那根笔 然后沾一沾水 试写一下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一点 反正就是说 一千的我觉得 不太适合 日用 六百到 二百到那个八百 都是非常好的内容钢笔 然后你就可能是说你可准备两根这样子 那基本上我觉得就很OK了 好 那个谢谢大家这么有耐心看到现在了 那今天讲的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的给我留言 或者去专业那边留言 对吧 不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